英语一错题 Do you know boy in red? 你知道那个穿红色衣服的男孩子吗? 那个穿红色衣服的男孩 可以翻译为这那 就要用定罐词的 英语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有用的 useful 它是以辅音 开头的 辅音前要用罐词 他是一名学生 一名学生 学生是以辅音 开头的 辅音前要用 他一个小时前离开的 一个小时前 他是以辅音 开头的 辅音前要用 你学会了吗? 点个小信 算起来哦 中考一错题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t's mp4 这是一个mp4 那么我们根据汉语翻译 可以知道这个地方要填一个 只有a和b可以表示一个 到底填哪一个呢? 记住口诀 原头n 辅头a 不看字母 看发音 有同学看到 这个地方是个辅音字母m 于是立马填了 不对 请记住 不要看字母 要看发音 它的发音是m 是以原因因素 开头的 需要填 n 你学会了吗? 点个小信 说完起来哦